大家好,我是简单爱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关于旅行的这件事情 那我知道就是旅行呢 就是随着我们旅行有很多种嘛 就是自助旅行,半自助旅行跟跟团这一种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它的优缺点 跟团就是完全都无脑 就可以直接跟着 然后上车下车这样子 那半自助的话就是它可能机家酒 然后剩下的可能就是自由行动 就会有额外的费用支出 那一种就是自助就是全部都你自己做功课 然后自己去买机票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那一般来讲就是国内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属于自己完全自己规划 那国外的话就是可能有这两种选择 好,那在跟团的话就变成说 你喜欢的景点你也没有办法多留时间 它给你多少时间就是多少时间 那时间以外呢我们就必须 不好逛的景点你就要自己打发时间 然后好逛的景点你要多逛也不行这样子 好,那我最近就刚好看了这个两篇文章 一个是极简姐姐关于旅行的这一个看法 然后一个是那个八州记账记 的里面的聪明投资主妇法 然后他po的一篇文章 好,那呢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说 我们也是开,我记得我以前很喜欢跟团 好,那像今年来讲的话 原本是想说要去日本 带着全家大小就是一起去日本玩 但是发现说日本的团费一个人哦 就要快七万块六万多,快接近七万 那其实是有点吓人 你还要加上小费什么的,上去是真的差不多快七万 好,那你我们一家五口的话 那这样子就三十五万就飞了 所以是蛮吓人的,那日本很多人都推荐说就是可以自助或是半自助 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换看半自助 然后后来他蛮是很推荐就是可以自助 那我们这次去高雄旅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呃,因为是国内嘛 所以我们就全部都是自助 那我就觉得说,诶,自己规划行程就是 诶,呃,时间上的调配 我们不用到跟人家人挤人,人塞人 像我们这些上次跟团去台东,因为路程比较远 所以我们就选择跟团 那第一个就是说,呃,他就正中午给你去骑脚踏车 你就热死,然后你也没得选 必须就是,那你就是租电动的脚踏车,类似这样 然后就,呃,就是不是很好 那像我们这次去高雄旅行的时候 我们去骑津,那因为他下午都会塞 那我们就早上去逛 然后就没有人,不会跟你人挤人 然后你又可以,呃,就是有玩到 然后又,呃,就是又可以估到品质 然后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好,所以我们现在可能会慢慢就是 倾向就是,呃,自住的方式在做旅行 第一个就是他也会省了很多的经费 好,那我们在住宿方面的话呢 这个他也有提到说,住宿的话 我们其实就看每个人的需求 比方说像我们家就是干净,整洁 好,然后便宜,这样就可以了 好,我们相克大楼我们也可以睡 对,那我们这次去旅行就是 呃,有那个,呃,老公的姐姐跟弟弟一家 他们各自一家都有跟我们去 那他们就是没有住过相克大楼 这一次是相克大楼的初体验 那他们就不知道说相克大楼跟饭店也是一样 好,只是他的设备可能比较简,简单 好,然后他们不知道说,呃,像姐姐住 他就,诶,就是房间都没有整理 然后垃圾一大堆,然后脚印也一大堆 都没有整理,然后他以为说,诶,因为很便宜 所以就是要自己打扫 所以他们就自己打扫,没有跟我反应 那我们也没有,因为我们很累 我们也没有去关心,或是去他们房间串门子 所以也没有及时反应,那就变成也没办法了 好,那相克大楼他就说,哦,哇,造成你的抱 呃,这样子的状况很抱歉,然后就没了 好,不会像饭店说,那你下次来给你优惠啊 或者是,呃,就是退一些commission给你,都没有 所以呢,我觉得说,诶,但是,呃,就是 这方面可能也是要去虚取一些经验之类的啦 那我们家是蛮喜欢相克大楼 只要住了就是可以好好睡觉 然后不要会身体发痒 这样子我们都蛮能接受的 那我们也都一直在尝试不同的相克大楼 那相克大楼就是,尤其是过年过节 或是有活动的时候,你一定要提早预定 不然也是没有房间的,那他就是,好处就是过年不会涨价 那现在因为很多饭店就是,都推求环保嘛 环保住宿,所以就是可能会要自己 携带牙刷牙膏啊,毛巾等等的 那我们这次去住腹顶巾,他是自己要携带那个毛巾 然后牙刷那些他们是有的 但是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们是五人榜 他只给四个牙刷,对 就是这样,还好我们家小孩有些人真的不刷牙 所以就也还好这样子,就也没再跟他多要 好,那还有就是在规划旅行的时候 你当然是越早规划,然后第一个你就是可能那时候会花很多钱 你可以提早做存钱的计划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也可以去参加一些免费的景点 那因为其实我发现小孩子最喜欢玩的就是公园 那公园呢,就是有很多的游乐设施,而且公园又是免费的 好,所以就是这个或者是政府的一些活动可以搭配 这样子就会就是CP值也是高,然后又可以玩得很尽兴愉快 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因为团体旅游就比较困难 就是要顾及到每个人的需求 所以也是会有一点问题 好,那所以就是这些都要先商量好 像我们家的家族旅游就是每年轮半,然后大家就多包容 好,那你走的是高端形式,我可能走的是平价消费都无所谓 反正就是公出嘛,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都有不一样的体验,大家还蛮能接受的 因为以前我们,像我们以前自己在玩虽然是自助 但是我们的行程点是排的很紧密的 就一天就可能走七八个景点了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一来就是慢慢有年纪了 二来也是比较享受这个慢活的生活 所以我们开始就是改变形态,可能一天一两个景点就结束了 然后就好好的休息,然后好好的互动这样子 所以就是可能这些的形态也会跟着我们的成长 或者是不一样有所改变 那我们接下来想挑战一下不同的注视方式 比方说车博啊,然后或者是跟着竞香团 这种体验挑战我们都会想去尝试看看 好,那就是看了这两篇文章的时候就是有感而发想 跟大家做一个就是我的感觉 那大家呢,对于旅行有什么看法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跟我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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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